大家好,今天将由我来带领大家游览圣塔克拉拉大学美丽的校园 简易地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做Caroline,是一个休息市场营销和传媒双专业的大赛学生 我来自江苏,是一个土生土壮的南方人哦 那么跟随我一起来校园逛逛吧 我们现在来到了Dao Dao是我们文理学院主要建筑之一 提到文理学院,文理学院在我们学校拥有最多的学生 文理学院设立了30多个专业学校 学生拥有很高的自由度去选择自己感兴趣并想发展的专业 比如说我们开设了艺术史、生物、传媒、音乐、社科学、环境科学、心理学、神经系统科学等等专业 SU另外一个独具特点的地方在于我们拥有完美的课堂规模 通常来说我们平均班级规模为22到23个人左右 并且我们全校的师生比例为1比10 这种小型课堂让每位学生都能在课堂上更加投入并且更好地被关注 现在带大家来到的是文理学院的另外一个主要的大楼 Vari Hall Vari Hall 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除了一些教室和教授的办公室 这里面还有非常专业的剪辑室和电影的工作室哦 传媒专业的同学们平常会来这个楼里做电影拍摄和编辑的工作 如果你上了电影制作的课那么你有机会使用到我们学校高级的拍摄设备 并且会学到很多专业的手法 现在在我们面前呢就是商学院的主楼Lucas Hall 由于绝大部分商学院的课程都在这里进行 所以这里平常人流量也比较的高 SU商学院的教学质量非常的好 所以SU的商科项目在美国也比较有名 在商学院我们开设了金融、市场营销、经济学、会计学、会计信息系统、管理学和管理信息系统等专业 为了给我们的学生提供更多的便利 学院还设立了一个4加1的项目 在我校上课的本科学生可以在本科结束后继续研究生的课程 最快10个月内就可以完成研究生的学位 商学院还设置了同行顾问的制度 新生会被分配到一位学长或学姐作为同行顾问 他们会帮助新生选课和了解学院 看看这美妙的环境和氛围 我们现在来到了学校里最新的建筑之一 SEDS GIDI 工程学院和文理学院的课主要在这里进行 同样的STEM的课也在这里进行 说回我们的工程学院 工程学院的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15%至18% 这个数目虽少但学生们个个都实力雄厚 工程学院也提供非常多的专业选择 我们设立了生物工程 土木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电器与计算机工程 电器工程 通用工程 机械工程 以及网页设计与工程 像商学院一样 工程学院也提供了4加1的选项 SKIDI是一个非常专业和创新的地方 我们学校在SKIDI建造时投注了很多的资金 所以我们拥有全新的实验室 教室 办公室 和学习空间 在SKIDI一楼进门的地方 有一个小的咖啡吧 叫做Fresh Bites 这里售卖咖啡 奶昔 甜点 水果 和一些简易的青食 非常健康好吃 SKIDI的夜晚也非常的迷人 在快到节日的时候 一楼的庭院都会挂起小彩灯 我们现在来到了SU中心的食堂 让我来带领大家看看 今天中午都吃些什么吧 在Benson 学生有很多不同的窗口可以选择 比如咖啡烘焙 药州快餐 国际料理 墨西哥塔可 素食沙拉 日式寿司 美式汉堡 意式披萨 自选三明治 加料冰激凌等等 食堂的楼下有我们学校的小超市 饮品 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应有尽有 Benson外有我们的职业中心 我们学校80%的学生在上学期间至少完成了一次实习 91%的学生在毕业6个月内找到了全职工作或者继续读研了 在另外一个方向是我们的校园事务与神职部门 这里给学生提供了自习的空间也会经常举行一些关于宗教的活动 现在在我们身后的是Gram宿舍 Gram宿舍在SU的位置非常好 对面就是图书馆 从Gram走到图书馆只用30秒的时间 所有SU宿舍都拥有非常优美的环境 每天早上起床打开窗就是阳光和自然风景 那么让我们走进宿舍来看一看吧 我们有套房双人间和套房大三人间的房间格局 在每个独立的房间内 我们都为学生准备了基本的家居 比如书桌、椅子、床架、衣柜、水桥和梳妆台 如果学生需要使用电器 他们可以自带小冰箱或微波炉 如果他们没有 可以使用公共的冰箱或厨房 宿舍的每一层都有很大的公共区域 学生可以使用公共的洗衣机以及厨房 我知道大家一定都对SU的健身房非常感兴趣 我们现在来到了Miley Center 我们的健身房有很多的健身器材 此外健身中心还提供了健身课程 如果你对尊巴五、瑜伽等课感兴趣 你一定要来参加 这里是我们的室内篮球场 学校为篮球爱好者提供了非常专业的区域 有的时候部分的场地也会用于羽毛球和拳击训练 进入健身房后向右转 你就可以直接前往学校的游泳池了 我们的游泳池在室外 这里具有充足的阳光 所以如果你不打算游泳 你也可以来晒晒日光浴 我们现在来到了SU的图书馆 我们的图书馆一共有四层 学生们可以自由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地方进行学习 在每一层我们都有为小组交流而设计的自习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收看今天的视频 希望不久后能在校园里看到你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